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24日 是我們聖誕節禪修營的第一天 這是一個公開的talk 不是我們私下共修的講座 我看看能否半小時至40分鐘內講完 我想大家可以很清晰地認識到 怎樣是在你日常生活的輪迴 以前我曾經說過類似的事情 但我想更加生活更加明確 我舉一個例子 就好像是一個人 他出街他約了人 早兩天做冬 約了人那個人遲到 遲到來載他 令到他本身想買些東西 就不敢買 例如做冬那天 通常我們喜歡吃什麼 湯圓 湯圓 我心開不開心 不開心 不開心 不滿 於是乎 他上了一輛車 就怎樣 黑口黑臉 好像全世界氣 就是這樣 接著之後 我們停一停 那個朋友 又再去說這件事 本身我想買什麼 不能買 那些 現在弄得我 怎樣怎樣 不開心 你會看到 那些心 前面還未上車 有想過這件事嗎 有想過這件事 中間已經結束了 其實是 之後 他還在提起這件事 到那天的事情做完了 他第一件事又想去做什麼 又想要去快點看超市 有沒有買 有這些心 有啊 那你會看到 那些心 一下想要 行不行 第一一下 行不行 然後後面 他又沒有翻兜 那個心 有翻兜 然後到最後 他也是要做到這件事為止 因為我要煮給我 家人吃 那種 那你看到那個念頭是怎樣 一下出來 其實都沒有怎樣停過 基本上你做其他事 可能暫時見不到他一會 但是一有空 一剩下來 心又再飆出來 然後那個心有沒有掉下去 又再掉下去 然後你做其他事 之後又再飛出來 這個這樣的循環 他出來消失出來 消失出來 消失出來 你有沒有走 那個心有沒有掉到 掉不到 那這個這樣的循環 是不是一個輪迴 那個其實就是我們生活裏面的輪迴 而這個輪迴 你有沒有留意過 在於一般修行人來說 我老實說 其實都是沒有怎樣留意的 這個其實是甚麼輪迴 即是喜歡玩藝術 或者是煮東西吃 或者跳舞也好 唱歌之類也好 他久不久就要去做 久不久就要去做 他會覺得那件事會是他的甚麼 快樂之所在 歡樂之所在 當他一有這些心 他一有空便會去想 思思言便會有 馬上要去做 那做完他便會怎樣 嗯…真的好 然後之後 一… 譬如有一個禮拜他做不到 他便會覺得 今個禮拜我做不到 我要快點去唱轉K也好 插轉花也好 做甚麼也好 反正就是要再做 那就是那個對象的 輪迴 那如果你是一種很強烈的 煮東西吃的慾望的人 你見到東西吃 你就會立即想煮 想要去想怎樣煮的 那一種人 那你會編織了一個甚麼生命出來 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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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如果你是那種心 是一些好 見到福畫 見到甚麼 你又是吞下去 你要想怎樣畫 怎樣去到 我要整幅甚麼 那些書法 那些很喜歡 水筆畫 那些玩這些東西 立即一見到一個甚麼人 我在想甚麼題材 我怎樣可以做 那些人 他又會編織了那些人生 編織過你有一個 書法家的那個 或者是那個 畫家的那個 生命出來 在我們的人生裏 你多不多這些角色 我們有很多角色 有做司機的角色 有做學生的角色 有做老爸的角色 有做某種職位的角色 那你看一下 其實前面 有沒有一些這樣的緣 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想要過 而未得到 之後後來會得到 都有這些 你便會發覺 我們的生命裏面 每一下的那些身份 出來 不管你是爸爸的身份 廚師的身份 你是老爸的身份 你是司機的身份 甚麼身份 其實都是一種輪迴來的 這個輪迴 有沒有停過 其實沒有停過 你會發覺 當你一做了某件事 你一獲得開心 之後一不做 你便會不開心 那樣東西的存在 以及它的不存在 心會怎樣 就會有喜歡 和不喜歡 或者有快樂 和有不開心 有沒有這些 你們打坐的時候 你可以問 師兄 我每天做的事 有這麼多 全部都是輪迴人通 有沒有這麼誇張 有可能 你會這樣搏 我想問 你打坐的時候 會不會想回 你今早走過的紅綠三文 有沒有出現過 你打坐的時候 有出現過 你今天有沒有出現過 沒有 你會不會想 你今早做了擦牙 用了什麼牙膏 都沒有 你又會不會想 你有沒有 無緣無故想起 昨晚睡覺有沒有蓋過那張皮 都不會想 為什麼你沒有去到 擦牙的牙膏 為什麼你沒有想 你每天都會過的巴馬線 為什麼你沒有想過 那些紅綠燈呢 因為什麼 知道為什麼嗎 雖然它是重複的 但是 代表你有沒有對那件事輪迴 放低了 沒有興趣 就是 你並沒有活在紅綠燈的輪迴 你也沒有活在什麼 但是你會不會對湯圓 對子女 對電話 有輪迴呢 就會有 那些 那些是重複性 那些也是重複性 那些也是重複性 放低 因為 你對那些 剛才說的那些 那些 身份 那些 形態 那些東西 是有喜歡 和不喜歡 在這裡 但是那些紅綠燈 你真的沒有紅綠燈 就是紅綠燈 是吧 你只管它 由於你沒有那個 喜歡和不喜歡 那它就形成 是否形成到輪迴呢 就形成不到輪迴 所以你在死的時候 你不會想著一盞紅綠燈來死 你會不會想著 斑馬線來死 你會不會想著 牙膏來死 不會 但是你會不會想著 你的股票而死 會 你會不會想著 你的女子 你的孫兒 會 會 你會想 我煮一下 那頓飯未煮完 或者是 我有一個什麼 舞台劇的大項目未做 會不會有這些 你會 你會 那這些是甚麼 這些才是 輪迴發生的對象 是吧 你有時會聽到一些 鬼故 那個人回到下班死了 或者是他在去上班的途中死了 有沒有一些故事會說 那個人是他的工作地點 誰還在上班 有沒有聽過這些故事 有啊 為甚麼 為甚麼 因為他上班 對吧 我最近才有聽過 有個早一兩年 有個舞台劇的導演 不知道是麥鬼野明星 還是編導 還是麥鬼野 他就是有一個心願 他要搞一個舞台劇 然後他就 就是 好像剛剛做到 開展示 他已經 就突然之間 心上白白就死了 然後 就說他 就是 黏著一個演員 黏著一個舞台劇演員 然後 就有些心願 就是 那個舞台劇的東西 那這個是不是輪迴 這就是輪迴 那他這件事 是不是在這裏纏著 而 為甚麼要講這些 生活裏面的輪迴 就是 首先一件事 知道 他是輪迴 知道你在想的東西 是輪迴性質 否則的話 會發生甚麼事 會發生甚麼事 你會追輪迴的東西 是呀 你未會追輪迴的東西 好像你做湯圓 其實 你冬至一定要吃湯圓 吃到便吃到 吃不到便吃不到 但是 腦裏面的對白是甚麼 那個人的腦裏面的對白是甚麼 不行 冬至當然要吃湯圓 團團圓圓 會不會有這些念 有沒有這種 這樣想法 他有這種想法的話 那個輪迴會不會消失 他對於湯圓的輪迴 不會消失 他是不是一定要做到為止 他一定要做到為止 當他有一個一定要做到為止 他會不會偏側一個未來出來 他會偏側一個未來 那個未來會怎樣 未來要滿足這個慾望 明白嗎 所以在孫隆大師 他的開示裡面覺得很好 雖然孫隆大師的開示不是太多 但孫隆大師說 當你發了這些 我一定要做到某一件事的那些心 的時候 你一定會得到 但問題是你用多少生 你會得到 但你一有這些願 你的輪迴就會走下去 一定要這樣走 直至你最終你的福 你的恩怨 滿足那個慾望為止 當你看到李嘉誠真的好 我希望我好像李嘉誠一樣 那會發生什麼事 那你今生能不能做到 你今生能不能做到 你今生能不能做到 然後你就會不停地貪 你可能找他的自傳來看 你找他的傳記來看 找他的新聞來看 找他什麼來看 怎樣可以生意經 可以做到他這麼好 他這麼做 他這麼做 你會不會有這些事情 你便會有 你一有這些事情 那心是否一直在做什麼 他便在編織 將要有的結果 即使你今生 可能你學了 聽了看了 你也是做不到的 但是 會不會還有下一個生命 會嘗試去推動這股力量 繼續走下去 就會有一個這樣的新心 會下一個世 下一個世 就會再走回這個業 直到你做到那一件事為止 但是這樣的話 你的論迴會會怎樣 很長 但是這是一件事 是一個位 一個身份 有錢人的身份 生意人的身份 但是你指不指這件事 心裏面 你平時每一天裏面 心走出來的輪迴 是否只有湯圓 不會的 你除了湯圓 還有 還有 可能是讀書 也好 可能是藝術也好 甚麼都好 你還有很多其他的這些輪迴 那會發生甚麼事 有排輪 對 有排輪 那就有排輪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 原來我們第一件事 修行 第一件事 你需要發現 輪迴發生的活動 你先不要說解脫 明天 明天後日大後日 我才會繼續說下去 再後一點 但是今天要說的 首先是 你們要清楚 輪迴在你生活當中的樣子 而這種狀態 但是 你覺得 真的有意義嗎 這種反覆地 在湯圓上放不開 它很快樂 真的很快樂 你反覆地在 某件事要乾淨 反覆地 要吃到某件事 反覆地 我是要走這條路 或者反覆地 我只要念這本經 反覆地 我只要看這個師父的事 反覆地 我想要成為那個人 這樣 這些 反覆再反覆的活動 本身 它真是真是快樂 你想真些 好像剛才這樣說 那個湯圓 由早到晚就有一個 湯圓 湯圓 死都要湯圓 沒錯 你吃到的時候 那一刻 可能你會有丁士的開心 一會兒的開心 但你整天 由九點到六點 你上班的時間 你也是不開心 前遇 那個狀態 是苦的 可否確認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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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它是苦 這個是求不得苦 其中一面 可以是 它得不到 但就算得到也好 都是怎樣 一會兒而已 是的 一會兒而已 但你煩了多久 煩了很久 當我 要去搞個活動 當我半年之後 疫情當去解解 之後我又想些甚麼 我真的請大師來 之後 那又怎樣 現在這一刻想 我到那件事未發生之前 我會怎樣 煩速六個月 會不會 都會的 那又是甚麼 又是一個輪迴 被自己踩了一個輪迴 你會發覺 你甚麼情況之下 你都在編織這些事 其實就好像一個車 它不停是這樣滾 不停是這樣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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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圈一個圈是這樣不停 但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作為一個禪修者 很多時候是不確認這些事是苦的 你會認為 好像剛才所說的 湯圈你會覺得是必要的 你會認為是應該這樣想下去的 而這個是要死也要想下去的 那個心 那個其實就是執取的活動 這個就是明天再說多些這方面的事 但是你很明顯地 首先一件事 為何那個執取可以繼續走下去呢 是因為甚麼 因為你未確認到是苦 OK 首先你平時有這些 不停反覆跌落湯圓 跌落過藝術品 跌落過練甚麼經 跌落過想甚麼 做甚麼 想要成為離家城之類 那些想法的那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過呢 其實首先一件事 你沒有發現到 OK 最糟糕就是第一件事 你沒有發現到 你首先都沒有發現到 你可不可能知道他是苦 就不可能會知道他是苦 所以 你會發現到 佛在講四聖帝的時候 第一個是苦 他講苦的時候 那個苦字前面有一個字 是知苦 他講苦的性質 你要騙知的 你要去廣泛地去知道 那個苦的那個性質 而當你去到廣泛地去知道 那個苦的類型 和他的性質之後 你才可以去下一步 那個就是 就是斷那個 那個集體就是執取 這個就是明天才講 這個就是明天才講 OK 明白嗎 先 輪迴這一點的發生 還有還有甚麼類型 還有甚麼類型 還有甚麼類型 你只有求不到 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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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一下為甚麼 例如你可能做錯了某一件事 但你明知道他錯了做了 但回不到 你重複重複會在那裏出現 你這一點好 你這個好 這個我沒有想到 你說到一個輪迴性這一點好 其實我也想說 這些其實是比較偏近 抑鬱的人會有的狀態 反覆負面地吃了 在他認為不對的行為裏面 實際上在外人來看 其實這算是沒有事的 這一個有個名字 英文叫Rumification 反錯 中文形作中 中文很難明白 那個錯 好像初鳥 不要鳥旁 意思是你不斷咀一件事 那個就是 我應該之前也有說過 有一個 英國的女藝員 主持人 他是一個知名的喜劇方面的主持人 他很擅長用一些搞笑的方式 去訪問一些大明星 很搞笑 他就是一個非常地自我批判的人 他現在去了學正念 我最近看到他講的正念治療 他學回來的那些東西 又很出奇地 我發覺他學完正念之後 他還是很批判自己 他在介紹正念的課堂的時候 他不斷拿回他以前的訪問出來 然後他對著學生說 我訪問誰 你看不看到 我做錯了這件事 那件事 那件事 但我看到他那個介紹片的時候 你有什麼錯 我覺得挺搞笑的 你搞得都 故意這樣串他 但他會說 不是的 你看不到 你不明白 應該是這樣問 問完之後 等那個大明星自己跌入陷阱 他就變壞了 他就給醜太太看了 但我們沒有主持人的訓練 我們不知道那些事情怎麼玩 但他作為一個喜劇主持 他就很在乎 為何我那一刻沒有給一個反應出來 令到他跌入陷阱裡 被他踩 做了一個效果出來 他就很在乎 然後他就不停地跌入去 他自己也有說 他就說 他後來退出娛樂圈 為何他退出呢 就是他承受不了自己的這些負面批評 為何他會學這些正念治療呢 就是因為這個Rumification 他就說不停不停不停 那個腦子好像沒有法止停止 不停地批判 那他的治療發生什麼事 精神病 這個不是他的精神病 那麼 這個是不是輪迴 這個絕對是輪迴 這個當然也是什麼負 都是求不得負 他想要的狀態 他有沒有立即得到 沒有得到 滿足不了他 但其實你看到那個苦的 有一個特質裡面 就是不滿足 他為何會不停地這樣彈出來 他想要的東西得不到滿足 而只要一有這個不滿足的活動在這裏 那個苦的經歷 沒有法止停 但問題是我們看不到那個不滿足的苦的活動在這裏發生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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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現在這裏發生的新聞最熱是甚麼 明星離婚那些東西 但其實裏面是甚麼來的 裏面都是這些東西 其實你一個人在一起 不在一起 有甚麼大不了 對吧 但是他裏面 當他們要分開的時候 男的滿足嗎 不滿足 不滿足女的反應 女的又滿足男的反應 也不滿足那個反應 結果得出來的是甚麼 為甚麼 未為難免 去到鬥話鬥鬧鬧鬥甚麼 但為甚麼會有那個罵的行為 為甚麼會有那個指責行為 為甚麼會指責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 我想得到的東西 得不到 為甚麼你會罵他 你呀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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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 因為他想不想這樣 他不想他是這樣 結果他是不是這樣 他做了些他不喜歡的事 然後他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一段婚姻裏面 如果那個 隨便一邊 你滿足不了對方 或者你不懂他經營 那個關係 會發生甚麼事 不會有這樣的結果 有很多時候 老夫老妻 你們結婚那麼久 會不會還送花給他們 我老婆 不會的 是吧 會不會有甚麼紀念 會約他出去拍拖子 不會的 是吧 老公會有甚麼心態 或者老婆會有甚麼心態 通常都是老公 你問我老公 喂 你有沒有約下你老婆去吃甚麼晚餐 有沒有去哪裏玩 有沒有去送花給他 他 他說 喂 用甚麼呢 老夫老妻 這是 英文 我叫做 Take it for granted 即是中文廣東話 有個字 老奉 即是覺得 唉 用甚麼 大家都明白了 就會是這樣 但是 其實女人喜不喜歡 喜不喜歡別人信花 如果是大時大節 不知道 反正我的同事 其實很喜歡 尤其是情人節甚麼節 那些特別日子 每個人都沒有 是只有你 一大堆花 這樣 那那個就會怎樣 就會很開心 那如果 譬如那個老婆 很期待 要在某一些特別日子 獲得那些花 或者有某一些 即是 你要給她一些驚喜的 一些幸福的感覺 而她一直都沒有 聖誕節 不見人 情人節 不見人 甚麼都是 沒有理會過你 全部都是 明白了 大家 打個電話就算了 一個星期 全部都是這樣的 那累積下來的 是甚麼 一次你又是不理我 兩次你又不是理我 三次也不理我 那那些 那個老婆 會不會有想要 她一直想要的東西 行不行 行不到 那會變成甚麼 她越想要 就會越有甚麼 好遠 越有她很大的 憤恨 是吧 一次 兩次 三次 那個憤恨就會變成這樣 變成一個 很巨大的 怨恨 然後就會變成今天 變成今天的結局 所以其實你看到 是不是都是這些 其實都是這些 但是 在那個婚姻走出來的時候 結婚那個 雙方 有沒有看到這些 這些 所以你看到 原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也是這些 你看到我們自己 跌入那些自我批判 或者是苦的狀態 湯圓的狀態 那個固然是我們自己的輪迴 但是我們和別人相處的時候 有沒有這些輪迴 都有這些輪迴 裡面有一句說話說得很好 他是觀察當下 內的身心 他也有觀察 外的身心 然後那個禪修者 在內的身心裏 解脫於這些世間的前妖 也都在外的身心裏 解脫那些外的身心的前妖 好像剛才說的那些 你的老公 會不會對老婆 有那個期待 那個是外的身心 那你有沒有發現過 你對你身邊的人 對你的朋友 對你的媽媽 有這些輪迴的活動 剛才我們最初說的 那些輪迴都是什麼 物件而已 湯圓 自己的名城利咒 或者你想要吃到的東西 想要聽到的東西 這些是自己的 局限在你自己 但你對你媽媽 會不會有想過 都會期待 媽媽要怎樣對你呢 一定要對你好 兒子一定要孝順的 有沒有這些 都一樣有 在那個過程裡 你也有沒有反覆會跌入 這些輪迴活動裡 反覆跌入去 反覆跌入去 我對我媽媽不夠好 或者是 我已經對她 很好 兩邊都是什麼 兩邊都是什麼 兩邊都是輪迴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反覆跌入去 那你反覆跌入去 那又是什麼 沒有輪迴狀態 但你會不會覺得苦 真的 那為什麼會 就是想下去的 其實就是 未確認到苦的 有很多人不斷問 不斷問 不斷跟我說 不是啊 師兄 我聽完你講之後 或者我自己觀察到 這些 我已經覺得是苦的 我覺得 我不停要做這個行為 其實我覺得是苦的 你真的覺得苦的話 其實是不會做的 控制不到 那個不是控制不到的 那個是 其實我之前也有說過 這個是關於你的潛意識 和顯意識的問題 不過這些留待明天才說 其實是有一個很不同的活動 在這裡 你道德上 你覺得是有苦 你理解上 是覺得是苦 但實際上 你內心裡面 不是這樣覺得 這些是更加一些細的 內疚 不是內疚 不是純粹內疚 內疚其實已經是比較後面的結果 這些其實要講關於冒名 說關於冒名 而明天我才會正式說冒名 今天講的苦 還有什麼可以講 剛才講了這些淪湖的狀態 還有後悔 後悔都是一種苦 但我在想它怎樣配入八苦裡面 都是求不得理 都是求不得理 還有有某種怨憎會 有某種怨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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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想 你不想要的結果 在你做事的過程當中它出現 於是你極之討厭這個 呈現出來的結果 但你會發現到 其實我剛才講的一些 離不開都是八苦的內容 就是什麼 生老病死 外別離求不得 是這樣的事情 但只不過更加生活一點去講 因為如果我這樣講 外別離求不得 其實你會不會去觀察 你對湯圓有輪迴的苦 其實是不會的 但事實上 你有沒有對這些 這麼細小的事情 上面會有一些這樣的苦 會有的 就好像我之前都曾經跟你們講過 你就是這樣去廁所 沒有了紙巾 只剩下一格 或者兩格 或者甚至是沒有了 你會不會很痛苦 都不會很痛苦 你會不會預料到你去廁所裡 為何沒有廁所 不會預料到 不會預料到它會是這樣的 但結果它是怎樣 它就是這樣 接著那個心會怎樣 那個心會 跌進去兩塊紙巾 三塊紙巾的痛苦裡面 這個是不是一個輪迴 這個都是一個輪迴 但是我們有沒有意識到 紙巾 這麼細小的東西 都會製造到輪迴 沒有 那你應該怎樣做 發現生活當中的這些輪迴的位 就是你們在生活裡 多去留意你們想的東西 多去留意你們內心裡浮出來的 這些情緒和念頭 為何它會出來 為何我會想這個人 為何重複地都是這個行為 然後你慢慢揭開它 你就會看到 這個就是輪迴的幅度 你要慢慢地去學會 這樣去看到那個位 如果不是 你只會發生什麼事 你就不停地這樣想 當你媽媽有事 然後你就想 我能否送她進這間醫院 我能否做這個手術 我能否做這個手術 我能否做什麼 結果你是不停的 不停地跌進去 做定是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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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到 心的輪迴 其實就是這些做不做 應該這樣 不應該這樣 是不是這樣 你就不停地在裡面 兩邊走 其實就好像一輛車 你不停地向前走 又不停地到後退 你不是向前走 你就到後退 不是向前走 不是向前走 你一不是這邊 就是那邊 結果兩邊都是在做什麼 兩邊都是在輪迴 無論是快樂那邊 還是苦那邊 兩邊都是在輪迴 而你很多時候 你會問別人 就是 我應不應該送她去老人院 我應不應該做這個手術 你就會在很多這些事情上斟酌 但是你會否發現到 你反覆跌進去 這些是否應不應該履變 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個活動本身是痛苦的 沒有 有沒有 沒有 其實真的不會這樣想 因為那個是要退一退 你才會看到那個活動 如果你能夠在任何時候 你一有這些 做不做 應不應該這樣好些 這樣沒有那麼好 當這些活動 這些思想的活動一出來的時候 你立刻知道這些是輪迴的苦 你就會懂得退一退去看清楚整個畫面 而如果你懂得這樣退 那開始你就會熟悉到輪迴的那個活動 而越來越熟悉輪迴的活動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到它是一種很纏繞的苦的狀況 而當你發現到苦的那個味道那個狀況的時候 才開始會肯走出去 否則的話你會怎樣 不是我一定要這樣想 我要的就是這樣做 這樣做才是對的 這樣做才是好的 這樣想是應該的 我想我媽媽經常想著她 初的 就是這樣 但是你不斷困擾 媽媽生的時候又不斷想著她 媽媽死了又不斷想著她 那你覺得裡面真的沒問題 你覺得這樣真的OK 如果是一些真是很重對父母執著的人 就會認為是應份的 那知不知苦 那是不知苦 這樣的輪迴是不可能解脫得到的 所以第一件事是知苦 而那個知苦最根本的原則 看到那個輪迴的反復活動 而當你越來越看到輪迴的活動 那時候 你就能走進去第一步 就是看到負聖帝 OK 有些事我漏了 要說回 紅綠燈 都不是說完全不可以製造輪迴的 當那個紅綠燈 經常你會覺得是走到去 譬如有些紅綠燈很久才停 很久才轉燈 或者它的綠燈是很快就會沒有 那你每次走到去 你會不會覺得 又是這樣 有沒有這些 都會有這些 那這裡會不會有輪迴的位 這裡也會有輪迴的位 但是我想說的 就是 你會看到那些輪迴的位 裡面 有一些是很勁抽的 有一些就是 沒有這麼勁抽的 會不會是這樣 有一些是很深很深 不停地反出來的 有一些是 去到可能發生才有一點 這些都是苦來的 當然是 但是 你要慢慢去到在你的修行裡面 你慢慢看到哪些導致很大的苦 有哪些是沒有這麼大的苦 但是由始至終這些大大小小的 都是輪迴的苦 OK 你會不會看到生活裡面 怎樣去看那些類型 有沒有問題 那些小小小的 反而是 生活中來做的事情 你覺得是 能夠自己和人類的 都是一個類型的 你其實會發現到 任何的反覆 不一定是反覆做的行為 你可以有很多反覆做的行為 但是那些事情 不一定會構成很深的輪迴的活動 但是 最主要是真的有一種牽纏著 拿到實一實的活動 它是苦的 那個味道是苦的 其實你會很清楚 那種困擾是一種痛苦來的 你沒有辦法 只可以很舒服地去面對那一件事 就是這樣 但是 當然 你說舒服的那些又不是輪迴 舒服的那些都是輪迴 你不會以為只是那些難受 因為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說是否只是煩惱那些才是輪迴 不是的 舒服的那些都是輪迴 舒服的對象 一樣都可以輪迴 我今天見到我的狗 很開心 摸牠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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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明天再玩 玩 我日日如是 我見到牠都很開心 我會不會覺得很煩惱 我不會覺得很煩惱 但其實裡面有沒有輪迴 其實就是有製造輪迴 我在裡面 由始至終沒有發覺到 我每一次見到牠都在享受快樂 這些是後面會再說 執取的時候我才會再說 好的 講到這些差不多了 SADU SADU 這些是 好 機械 這就是 我覺得 很煩 很煩 很高 很煩 這就是 感谢观看